东北农村冬天零下30多度 我们主要的取暖设备就是火墙和火炕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火墙 我身后就是我家的火墙 农村的火墙和城里的暖气是一样的 里边都是空心的 而且两边都热 不同的是暖气是金属制成的 火墙是红砖制成的 暖气里边流的是热水 火墙里边流的是热的烟气 我家这个火墙长是3米 高是1米2 火墙由三个部分组成 炉灶 墙体还有烟囱 这个是炉灶 整个这一大片是墙体 中间是空心的 旁边出来的整个那个大棱是烟囱 炉灶有烧煤的 有烧木柴的 烧什么的都有 我家烧的是木柴 它是供给火墙热量的 这是火墙的另一侧 火墙的墙体是空心的 燃料产生的热烟气把火墙加热 最后烟气顺着这个烟囱排出去 我有个粉丝朋友 想在山里边的小屋 气个火墙 让我介绍一下 最好俯上图纸 我全网都给你找了 图纸我是没找到 但是我总结了一下 气火墙的难免在哪 火墙的中间不是纯粹的空洞 里边有若干的孔 如果你孔和孔之间的距离越大 烟囱气的越高 那你烟囱的抽力就会越强 这样的话 你虽然火墙里热的快 好烧 但是你冷的也快 而且还浪费燃料 所以你得掌握好孔洞之间的距离和烟囱的高度 火墙里的洞 你可以气成横洞 树洞 毒洞 和花洞 还可以气成三孔火墙 五孔火墙和七孔火墙 我家院子里正好有一堆砖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三孔横洞火墙咋气 先把这个砖都立起来气 立起来可以气两层三层都可以 咱就是大概是意思 咱气一层 这就是一个火墙里边的心 里边不是空心的吗 气完之后 把上面封盖 封到这的时候 这有个孔 这个孔不封死 这个烟呢 烟气就送到这个孔出来了 就是这个洞咱不封上 从外表看呢 它这个棱是封死 但是实际上中间这块砖是断开的 再气这个第二孔洞的砖 你从外边看呢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画的三孔横洞火墙的一个泡面图 这个是三个孔 这是两个格 就是我们刚才气的那个封盖 每个封盖留一个口 这个口留在这边 然后这个口留在这边 这个炉灶和第一个孔之间 这个洞是相通的 然后这个热的烟气顺着这个口 留到第一个洞里 顺着这个出口再出来 这么走 然后再从这个孔三 顺着这个烟筒排出去 这个火墙啊 中间不能是中空的 因为如果空的话 这个烟气顺着这个烟筒就排出去了 这个火墙虽然是热的快 但是它凉的也快 火墙里有这几个孔的话 这个热烟气的流动的时间延长了 它这个火墙的散热时间 也相应的延长了 这个图是我画的三孔火墙的一个外观 这个是孔一 这个不一定片的气层两层 有气层三层的 也有气层四层的 这个是孔二 这是孔三 然后呢 这个是中间的一个隔层 这个是中间的一个隔层 我从来也没记过火墙 要是有懂的 师傅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大家再看这个火墙底下 有两块这样的铁板 它这个设计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铁板能抄出来 它这个铁板的设计就是为了掏火墙用 因为每年这个火墙里边这个灰得掏一掏 你要不掏的话 火墙就不好烧 而且热的慢 烟还大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我是哈尼章 关注我 带您了解东北 走进林都 走进林都